对 社会达尔文主义挺有意思 这种人就是认为他们认同丛林法则 认同若若强食 然后比如说落后就挨打 好像这是应该的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那当时日本侵略中国那也是活该的 你一个你认同若若强食的话 你怎么解释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你反抗 所以这种逻辑他其实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所以这里边问题其实挺多的 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什么叫若若强食 他这个标准是谁 什么是弱什么是强 对吧 你拿什么标准呢 你认为赚了钱了发了财就是强的 那么那么抢银行算不算强 成功的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那么这里边都是事后诸葛亮 对吧 事后你知道谁成功了 谁失败了 所以成功的就是强 失败的就是弱 那么抢银行没成功 没做以前谁知道谁成功啊 对吧都不知道 所以弱若强食这种说法呢 它是为最根本 它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 就是说我是了霸权 那么我就生理 它是把自然界的这种达尔温主义 用在人类社会上来 这里边确实缺乏一个客观标准 因为弱和强的标准 对吧 你像刚刚去世那个物理学家 Steve Harkin 他呢 你说他算强算弱 他的这个物理学知识 那是简直跟安斯坦 差不多是同量等量级的 但是呢 他又犯了这个有病 对吧 所以这个强和弱 就看你用什么标准了 这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所以这里边呢 咱们不能按照这种 就是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是事后的标准 它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不是一个事前 你能客观去衡量 什么是强 什么是弱 所以往往这个一个人的这个 在这方面 恐怕是强 在另一方面 恐怕就是弱 人的脾气 还是倔 有的人特别倔 那么倔呢 对待敌人 那就是一个好的这个品德 但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那倔就变成走他的反面 所以这个弱和强 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标准 那么所以这里边呢 整个这种弱肉强食的 宗林法则的 认为这个社会大而文主义呢 它是为既得利服务的 那么好像不公平 就是合理的 不公平是合理的 那么你现在收到的地位 收到的不好 那就是因为你无能 谁让你自己竞争不过 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内卷 内卷的很厉害 为什么内卷呢 其实我也想了想 为什么在中国内卷那么严厉 为什么在我在美国 在其他地方看的比较少 这不是因为这个美国的 大而文 社会大而文主义 或者中国的大而文主义 认同程度不一样 这里边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就是因为 在美国的阶级比较固化了 基本上你知道 你生下来 你的经济地位决定了 你将来是打工人呢 还是知识分子 还是官员 所以呢 我的工友们 在工厂里边 工人里边 几乎没有人 我没听说过任何人 考虑着自己的孩子 怎么学习将来能上哈佛 MIT 就没听过这个 我们的居住区里边的孩子们 家长们也从来没谈过这个 都是想着 他要是能长大了 能找到一份工作 那就能养活自己就行 所以他就没那种卷 没那种压力 不是说一点压力没有 他想上一个好点的学校 然后将来能找到好一点工作 好一点工作呢 就是技术上了 或者是学术上 或者经商了 干什么 都想比如说要上 在business school 要学商务专业 都想创业之类的 这方面 但是说想在上这些高等学府 那基本上大多数没有那种设想 那么今天在中国 很多人还以为通过自己努力 可以改变自己人生的 所以他卷的非常严重 这里边反映的就是阶级固化 还不存在 或者还不够固化 对吧 阶级固化还没有完全完成 那么按照社会大而文主义的说法了 那么你 你就 你是普通老百姓 打工人的子女 你干什么 什么想要上北大清华 什么出国留学 你就别想了 对吧 所以人们一方面就宣传社会大而文主义 一方面自己又不按照这个来执行的 因为你要是认同社会大而文主义的话 大部分的人应该就是听天由命了 就是应该说认怂了 就应该说自己的命苦 命苦那就认命了 对吧 不要继续奋斗了 所以其实人们说社会大而文主义 其实他并不真正认同 他还想奋斗 还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还想当人上人 所以这种社会大而文主义 是为当上了人上人的人辩护的 也是为那些希望当人上人做辩护的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往上爬 那么就说这就是社会现实 我往上爬 因为我要当人上人 那么什么丑陋啊 什么卑鄙啊 什么手段 扛蒙拐骗啊 这有什么不好呢 只要能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所以社会达而文主义呢 他其实就是为最肮脏 最卑鄙的 最丑陋的 最阴险的 这种行为做辩护的 在历史上 那个希特勒就是特别认同 社会达而文主义 他希特勒就认为这个德国人 他是最优等民族 优等民族 他要改变这个欧洲人的血统 所以他就是种族主义的 所以社会达而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是非常 是个亲兄弟 两个是亲兄弟 今天呢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以后再见 好吧 好吧